近日,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刘守英在接受中心社采访时指出 中国是现代化的价值观蕴含着吸收世界范围先进经验 并同本民族文化基因相融合的理念 这一探索历程对世界后发国家现代化有着重要借鉴意义 中国在五四对传统价值的批判的时候 实际上基本是吸收到各种价值体系 各种思潮,不同的这些价值,不同的思潮在中国 实际上都没有走成了 非常重要就是说它没有在中国落地的基础 接下来我们开始吸收马克思主义 跟中国的价值开始结合 我们就看到最后它从农村包围城市 对传统的秩序进行改造 开始慢慢建立起你的主导理论 回顾西方国家历史 其现代化历程往往都伴随着价值观革命 价值观革命为西方从传统走向现代 建立新的发展观打下了基础 西方的现代化的起步 很多人以为就是一场经济的转型 或者是社会的转型 或者是历史的转型 但这些转型的起一点应该是价值的转型 传统的价值它实际上是建立在传统的宗教 还有一个就是对人的理念的这种疏忽啊 所以你看他文艺复兴 就是一场对传统价值的一场批判和反弹 追求人的解放追求企业家精神 这些东西的基本的发展观 实际上是理性 让更多的人追求平等 如果是没有这价值革命的话 这个社会是很难从传统出来的 不同国家有着不同的价值体系 刘首英认为 中国式现代化和西式现代化进程中的核心价值差异 在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主线是人民性 中国的现代化跟西方现代化 在现代化的这个价值体系上呢 最大的差别是为了精英的现代化呢 还是为了人民的现代化 西方以理性为主导的这套价值体系 强调资本的力量 那它的现代化的必案的结果 一定是为了精英的现代化 中国式现代化追求价值观的人民性 从现代化开始带着人民一起建立新的制度 来开启革命 来推动我们的现代化 这一条价值主线 在决定的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体系 必须要照顾底层 必须要考虑农民问题 必须要考虑整个社会的这些弱势群体 刘首英表示 一个国家的现代化 无法通过单一的价值 制度 技术的移植来实现 结合本国实际情况 批判的借鉴和吸收世界先进的价值理念 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经验 中国的经验就是说我们有批判 同时我们也有借鉴和吸收 我们也在努力的建立起我们的主体价值 不仅要跟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 也还要跟中国的优秀的传统文化结合 那目的是什么 就是你在主体价值下 最后要寻找了你整个民族根上的东西 整个后发国家现代化面临的 最最大的一个问题是 简单的价值移植 国家现代化的问题 不可能通过价值的移植 制度的移植 技术的移植来实现 推动你这个国家的现代化 向一个更高水平发展 要充分重视这个价值的转换 和价值的进步 和价值的革命 我觉得就是说 中国整个价值在推动现代化过程中的 这种实事求是 和不同阶段对价值的这种态度 对后发国家来讲是有意义的